那么阴京甲体植入的受住人群有哪些呢 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简要说一下它的适应征 它的适应征主要是治疗重度的勃起空间障碍 也就是说其他的治疗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 就使用这种人工海绵体的植入的方法 进行勃起空间障碍的治疗 那么它有哪些人群呢 那么第一大人群就是一些中老年的男性 那么当这种内科治疗失效的时候 那么最终的方法要想恢复勃起功能 还是使用这种人工海绵体植入的方法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还有一些像疾病导致的勃起功能障碍 比如像前来下癌根治术以后 比如像盆腔一些肿瘤切除的病人 那想恢复勃起功能 那么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那么第三还有一些轻壮年 因为糖尿病的原因 因为一些比如说像一些骨盆骨折 导致的一些重大的损害 那么想恢复勃起功能 也是可以考虑做这样的手术的 那么除此以外 还有一些轻壮年 那么通过酵母治疗效果并不好 那么最终的话呢 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同房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这样的手术治疗的方法